這個安全問題 確實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國家安全的問題 因為氣候變遷 雨端氣候不斷的修現 對於我們農業的生產 也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我們台灣呢 各位在討論當中 都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這個自給率 是稍微低了一點 只有32% 日韓都有40% 這個呢就跟我們國民的飲食習慣 有很多樣的關係 逐漸的從飲食到這個面食的改變 可以說 可以部分解釋的這種現象 我們看到在30年前 每人每年消耗的 大概有98公斤 就由30年後降到48公斤 整整少了50公斤 非常的驚人 而麵食呢 卻從23公斤 增加到36公斤 所以現在 吃早餐的 很少人在吃美食 就是麵包啦 漢堡啦 這些東西 這個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此 我們第一步呢 要提高 我們糧食的這個自給率 以中和熱量計算的話 希望從現在的32% 達到40% 剛才庫主委跟我講 2020應該是可以大成的 但是還需要非常努力才行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很重要的 活化的用一個蒙地 來增加糧食的供應 在我當選總統之前 注意到農業困難的時候 就是修根地 高達22萬公斤 那我們也起出了 一連串的計畫 希望能夠增加這個土地的活化 包括我們非常積極推動小地主 大電容的政策 這幾年來 僅有5500天井復根 但是這還不夠 現在目前好像有20.1萬的 西座的土地 還沒有復根還是修根的狀態 所以怎麼樣利用這些土地 來從事糧食的工作呢 我們面對一個很大的危險 那天我們在國安會開會的時候 他們特別把我們進口的糧食 叫做黃小玉糖高中 還因為是個人民 黃豆 小麥 玉米 糖 高粱跟大中 黃小玉糖高中 把我們所有進口的 大概有七八百萬噸 差不多包圍在內 哪一些可以在國內做 哪一些可以到國外去做 這可能是我們將來 必須要死亡的策略 那個報告裡面 已經很清楚地在做這樣的規劃 所以這個問題 絕對不是最近開會 我們才注意到 很早就注意到 那也因為這樣呢 我們在陳主委 在不久前 我們就希望利用建國百年的時間 到各地去辦這個米食節 叫大家多用米食 我現在也是只要有機會 我就從事自入性行銷 到處勸大家吃米食 我們現在 各位大概已經親 陳主委講過很多次了 不過機會難得 我們要再宣告一次 就是每一天吃一口 因為一口飯大概 規定食飯 吃蘿蔔糕 任何樣的米食都可以 大概是三公克 那一年的話呢 就是一公斤 兩千三百萬人 就是兩千三百萬公斤 等於2.3萬噸的米 那這樣的話可以讓 五千六百公頃 休根的土地復根 同時呢 它的這個產值 加上周邊的效益 可以達到13億 這是我們目標了 所以這個目標我們希望土地來做 我們會也在吸取日本的經驗 希望能夠做米麵包 這類的東西 能夠在大餐上 孩子們能夠吃 這都是很好的方向 我很不久前也勸 嘉義市的 黃米會市長舉辦雞肉飯節 就是提倡的食 新竹米粉節是都一直在辦 我們希望繼續辦 所以希望這個客家庄呢 能夠辦板橋 那個也是米食 希望能夠增加一個米食的消耗 讓我們自己 可以自己自主的糧食物能夠增加 當然我們都知道這個 涉及到整個世界糧食市場的問題 不是說我們通通負財數就解決了 這一點我們從不得了解 同時我們如果有機會到別的國家去開發 去合作這個機會呢 我們當然也一定要爭取 事實上講到這個糧食 最近我們經營稻股收入的價格 一方面是接補民眾 農民啊 因為最近幾年 生產性粉增加的一個補貼 之外呢 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借這個機會 能夠多掌握一點糧食 尤其是公糧 當然 四處的時期正好是 天皇不接的時候 一定會為部分糧食的上漲 那當然上漲的幅度呢 大致上也還在控制範圍內 這是難以避免的 古建的應商 但是呢 這個 如果說 這個 你上漲 你上了 就是傷害到消費者 這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呢 從協助農民 降低成本 以及掌握兩元的角度來看 這還是有必要的 我看到前兩天 我們吃出一萬份的公糧 實際上 採購的大概就26% 可見呢 我們這個臺灣幣不缺糧 所以應該逐漸的糧食會維穩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幫助 成本已經相當高的能力 使我們這樣子呢 比過去的糧太強 多一點 加上漲太強 無論如何呢 糧食的問題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嚴重 我們絕對不能這樣欣欣 希望今天的結論呢 我們會盡快地 把我們可行的部分 轉變為政策 盡快地把糧食的安全 做一個通販的思考 跟規劃 拿出政策 露出實現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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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